連山幾天落大後 不然舒華公路放棄 還要進修 台七家山 既然翁太平山路段 也發生土焦要崩起 則先高通回去 時間單位是好友 民眾開車 張山 也是要這麼注意 那你這樣勉強在施工會不會危險 這是台七家山空點 告訴你也是宜蘭到太平山 無人農頂的主要道路 因為連山一禮宜蘭落大後 今天再起是七點左右 山上因為水分 像過大土焦流幫 就來過山邊都不怕 做成了台七山 五十公斤路面 都讓土焦流代表 交通通通不正向南山 出過的道路 宜蘭可以走 不過中間公路的方向 完全是都不通路 時間儘管表示 沒有五點可以通車 不過山區宜蘭落大後 土焦流更有可能的幫到來 民眾在讓天最好 不要來太平山 記者 總好報導